说起蓝杰英的恋情想必 很多人都会想起曾志伟的那件事 而那件事以蓝杰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以前的蓝杰英 也是是一个十分开朗的人 在与吴君如的交谈中就能看出来 他闹个笑 真的是十分牵动人们的心了 而谈到自己的初恋时蓝杰英的态度 也是十分的让人意外 说起自己的初恋蓝杰英并没有多伤心 而是对自己跟初恋之前做过的事情 感到一丝丝的好笑 在现场中吴君如对他们之间约会做的事都感到好笑 蓝杰英表示自己十几岁就开始谈恋爱了 吴君如还打趣道 那你很早熟了 但是蓝杰英的回答三观十分的整 他说喜欢这种事情 本来就不分年龄的嘛 一旦开始喜欢一个人 那自己也是固执不住的 没有办法 所以说蓝杰英在感情这一方面 还是看得比较开的 而谈到自己的初恋时蓝杰英 表示 他的笑容让他整个人都看上去十分的阳光真诚亲切 而对于两人之间的认识过程 也是十分的曲折 两人不仅是住一个洞楼 而且哥哥姐姐们的关系也是十分的好 所以自然而然就认识了 在谈到初恋的时候蓝杰英都是十分开心的 虽然是说不可能存在多么深的感情 但是毕竟是出现在自己生命中的一个人 而且还给自己带来过那么美好的回忆 那个时候的约会很简单 没事就去兜风 然后一起看电影 过着现在小情侣们过的生活 两人在一起也是无比的开心的 但是后来聊到两人分手的原因 居然是因为初恋十分的喜欢赌马 但是在蓝杰英的教训之下 初恋表示再也不赌马了 但是好景不长 最后还是被蓝杰英发现了 所以两人的恋情就结束了 在谈过过去那一段十分青涩的恋情时 蓝杰英一直表现得很开心 看着蓝杰英笑得那么开心 有网友表示如果蓝杰英 一直跟这么好的人在一起多好啊 那么以后就不会受那么大的伤害了 看看现在的蓝杰英 再看看节目中的 他其实露差还是挺大的 多么好的一位演员 经历过的事情真是令人可惜啊